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天响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热门大家分享 让我们一起看看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吧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香港的经济状况 自从香港政府撤销所有防疫政策后 防疫政策后本以为经济会有所复苏 但情况并非如此 相反 疫后的香港世道呈现每况愈下的趋势 特别是在餐饮和零售行业 有专家对23条立法后提振经济的效果并不乐观 认为各种提振经济的措施只是形势上的 并没有实质的帮助 接住我们来看看日本的一项新计划 日本计划升级改造16个机场和港口 以备防卫之需 这一计划的背后反映出日本努力加强其遥远的西南岛与周围的防御能力 特别是针对中国在南海的活动 这项计划预计将在下一财年启动 并将对这些机场和港口进行一系列的升级改造 最后让我们来聊聊美国加州的一则新闻 加州奥兰治海岸学院一幅由安迪沃霍尔创作的毛泽东校讲话失踪 警方已介入调查 这幅画作虽非原件 但因其画作对象和作者都是知名人士 因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学校和警方都呼吁知信人士提供线 以便追回这幅意义重大的艺术品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概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的故事和分析 香港以后事到美矿玉下 餐饮零售现倒闭潮 专家对23条立法后提振经济不乐观 美国之音中文网 香港政府撤销所有防疫政策超过一年 但是经济复苏不似预期 甚至出现港人北上消费多于陆克南下的现象 零售餐饮事到在农历新年后 美矿玉下有大型连锁食品店宣布全线结业 更有业内人士预料将有多达3000间餐饮零售店倒闭 对于港府宣称基本法23条完成立法后 将会全力拼经济发展 有餐饮业人士表示 23条立法后对提振香港经济分别不大 而各区业缤纷等提振经济 措施只是流于口号 令业界对经济前景不乐观 经过三年新冠疫情 香港政府去年初全面恢复与中国大陆通关 三月初撤销口罩令等防疫措施 不过超过一年以来 香港经济复苏却不似预期 甚至出现港人北上消费多余路客 南下的现象 零售餐饮事到在今年2月农历新年后 每况愈下 农历新年后 香港零售餐饮出现倒闭潮 有接近40年历史的香港大型 连锁食品店大昌食品市场 3月15日宣布 受到不确定的外在因素 和各种营运挑战影响 决定终止食品市场业务 关闭现有的28间零售店铺 大昌食品 以售卖极动食品为主 10年前全盛时期 约有90间分店 遍布全香港各区 10年间分店数目大幅削减 超过三分之二 甚至要全线结业 餐饮业方面 开业约8年的香港日式牛肉饭店 加藤屋 现有的4间分店 近日亦全线结业 由中环著名烧鹅店拥寄 甘氏家族后人创办的甘涛烧 鹅 易于3月中结业 负责人表示 会将生意移失中国大陆 业界估计 或将有3,014倒闭 香港《明报政治专栏》李先知 3月15日引述消息指 去年年中开始 香港人掀起一阵北上消费热 至今这股热潮仍然持续 以3月9日的周末为例 出境的港人有37万 当中超过34万人 离境北上同日入境的旅客 只有大约14万人 其中超过10万为中国内地人 港人北上多 于陆克南下超过三倍 专栏表示 大量港人净流出 令香港饮食零售业界 较苦连天 专栏笔者听闻 有饮食界人士私下估计 未来一段时间 会有3,014结业 占目前香港有效食物业 牌照3万多个的 一成左右 因应香港的结业潮 有网民甚至在社交网站 成立名为香港直立 结业的关注组 分享全香港店铺结业的消息 包括餐饮 零售 小店 以及大集团 业者指通关后 港人北上消费 导致倒闭潮 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 创会会长梁丽仁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餐饮业出现倒闭潮 主要由于去年通关之后 港人北上消费的热潮 加上香港金融 地产市到过去一年的情况都不乐观 导致很多港人选择北上消费 梁丽仁说 最大影响真真正正就是 香港人大部分都可能去了 临近地方深圳消费 因为政府很多措施同时间推出 港车北上不同的措施 加上中国内地富长 那个态度 以及所有消费的性价比 都比香港高 另外 再加上可能是香港的经济金融也好 地产也好 那个情况是比较不乐观 很多人都就算是有钱花的 他们都可能去选择一些性价比 或者可以选择 所以很多香港人 其实是去了中国内地消费 对于港府 由去年9月中开始推动香港夜兵分提振经济 今年甚至扩展到18区日夜都兵分 梁丽仁认为 这些措施只是亡羊补牢 甚至流于口号式各政府部门 之间亦出现不协调的情况 令业界对经济前景不乐观 梁丽仁说 经济差他 港府就自己去搞一些 根本上可能是香港人都不觉得是什么的活动 或者是不是真的夜兵分讲究声大 即是声音是响亮 不过真正的效果出来究竟是什么呢 可能是一个很小的市集 或者去摆一些很普通的活动进去 其实在很多活动里面的背后 政府不同的部门那个协调性 是不是用 以前的方式去做事情呢 因为我们都有去其他地方考察过 因为疫情或者现在 我们很多酒吧业界里面的老板 他们都说去谋求有没有其他的出路 优香港难以重拾东方蜘蛛美誉 梁丽仁表示 2020年爆发新冠疫情之前 香港的夜生活的确很缤纷 有不夜天 东方蜘蛛的美誉 不过 疫情期间 当局污名化夜生活的酒吧等行业 令市民觉得 逛夜街可能会 传播病毒甚至犯法 对香港夜经济带来严重的打击 甚至目前港府推动夜缤纷就经济的同时 各部门仍不断在酒吧查牌 令业界的生意大受影响 梁丽仁说 到现在这个情形没有改善过的 他港府叫夜缤纷 可能只是推动一些夜市 不过 我们每晚酒吧都查牌 检查营业执照 我们真的夜晚 的行业里面 基本上就被政府各方面 可能是觉得那个罪恶情况 或者所有情况都归咎到我们酒吧夜这里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一个打压的情况里面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回复 以前即是东方蜘蛛的美誉 五光十色的夜晚 其实在疫情 可能我们酒吧夜 是警方的巡查 所有的态度对于夜晚 营业的酒吧 疫情期间 我们就变了一个待罪 羔羊 其实疫情过后 对于我们夜晚行业的打压 其实都没有一个完全改善过的情况 业界指23条立法后对提振香港经济分别不大 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草案 上星期六 3月23日正式刊线实施 特首李家超星期二 3月26日会见记者表示 香港可以集中精力 全面拼经济拼发展 政府会从四方面重点工作 包括落实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提出的推动经济发展措施 把握机遇增加香港的竞争力以及发展内部经济 梁丽人坦言23条立法后对提振香港经济分别不大 他认为近日股市楼市的表现 都没有因为23条立法之后有及时的改变 梁丽人说 在政府角度当然是漂亮的说话 他当然是说这些的了 对不对 如果你说民生上面的 你说其实23条立不立法 或者是不是对经济影响这么大呢 真的我们香港人很多都未必觉得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即使你说23条立法如果经济搞得好的 股市又升楼价又升 大家还可以有很多机会或者去发展的话 一些关于政治上的问题 是不是这么大影响那个经济的情况 我又觉得真的不是一个借口 梁丽人又表示 香港近年经历社会运动及疫情等各方面的冲击 估计不少香港中产阶层 在今年2月底财政预算案 宣布取消所有调控楼市的辣招干预措施之后 都可能会打算卖楼移民 这个情况对香港的餐饮零售业也是一大打击 梁丽人说 香港这段时间比较特别 你说疫情或者之前社会运动 基本上很多香港的中产人士是离开了香港 可能移民去了英国 有些可能因为政治问题 另外更加多可能为了小朋友读书 因为英国政府都有一个政策出来 BNO5加1签证 小朋友读书可以在当地享受公共服务 或者学费当时当地的人去读书 身边的朋友老板很多都是为了小朋友 去英国读书 而可能结束了香港的生意过去 其实这一班人是占了我们香港消费群里面最集中的一群人 刘孟雄只可参考澳门23条立法后未提检控 英国智库经济学人EIU最近发表全球营商环境排名 新加坡连续16年位居榜首 丹麦和美国分别位列第2和第3 至于曾经排名三甲的香港 较去年的第7位 再下跌两级至第9位 前中国政协委员刘孟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基本法23条刚刊线生效只有几日 对香港营商环境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影响 仍有待观察他以澳门十多年前已经完成23条立法 但从未有案例提出检控为例 认为港府都可以参考澳门的模式 因为国际社会最关注是香港完成23条立法后 如何执行相关的法例 刘孟雄说 据知他澳门23条立法以来 这十几年来就未曾检控过一个人 未曾检控过一个人 所以就不会成为一个国际话题了 在香港因为本身国际金融中心那个基石 是自由以及法治 所以你港府23条立法之后 外界要看你那个执行 看你那个案例是怎样的做法 如果你做不到我所讲的两个平衡的话 你变成 慢慢那些香港本身的投资者也好 或者外国的投资也好 他们就不觉得香港再是一个能够 赚钱的风水保地 这样就变成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就难以保住了 刘孟雄表示 港府在23条立法之后 应该要做到维护中国国家安全 以及维护基本法 赋予香港人各种自由 以及权力之间取得平衡 如果将来真的是要提出相关检控 他相信各界会 检视究竟是否真正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案例 当局才做出检控 如果是因言治罪 令香港人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的话 这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就会受到影响 预当局做好国际游说 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刘孟雄又表示 23条立法后仍然应该恪守基本法赋予的各种新闻及言论自由 他认为港府应该集中精力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他认为推动叶宾分对发展经济作用不大 刘孟雄说 如果西瓜同芝麻做比较多的话 即是说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地位 这个任务才是西瓜 港府搞什么夜兵分那些夜市之类的东西 这些只不过是芝麻 但是特区政府在怎样巩固日本拟升级改造16个机场和港口 以备防卫之需 RFI法广 在包括纳瓦机场和长期机场在内的16个商业设施中 近一半位于冲绳县或西南部的九州本岛 这显然反映出日本正努力加强其遥远的西南岛与周围的防御 预计这一计划将很快在相关部长会议上 获得批准 为在4月开始的下一财年启动该项目铺平道路 预计第一财年的拨款为350亿日元约合2.3亿美元 报导指预计将在指定机场修建更长的跑道和停机坪 供战斗机和运输机使用 港口将需要能容纳驱逐舰和其他大型船只的码头 日本政府在2022年12月批准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规定 必须加强机场和海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功能 以便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更好的保护国民和部署人员 虽然这些设施的升级可以使其用于商业物流旅游和灾难应对 从而使当地居民受益 但人们仍然担心这些场所在紧急情况下可能成为武装袭击的目标 日本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也将利用这些地点进行演习 管理指定设施的日本地方政府将与中央政府签署 有关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在日常行动和紧急情况下使用这些设施的文件 5个指定机场分别位于福岡 长崎 宫崎和冲绳4个县 其中冲绳是驻日美军大部分军事设施的所在地 在11个港口中5个位于北海道北部本岛 这里是许多自卫队部队的所在地 4个位于四国西部本岛的湘川县和高支县 福岗县和冲绳县各有一个 近年来日本一直在加强西南部偏远岛屿的防御能力 因为间隔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 与中方引发了紧张局势 此外作为美国的条约盟友 日本也对台海的潜在突发事件感到担忧 台湾靠近日本的西南岛屿 加州社区学院艺术馆 一幅安迪·沃霍尔创作的毛泽东肖像画失踪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加州澳兰治海岸学院 Orange Coast College 一幅由美国已故著名艺术家 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 创作的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的死亡版画下落不明 不排除遭人盗窃的可能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警方和学校都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 以便追回这幅对学校极其学生意义重大的艺术品 这幅名为《毛·麦》的死亡版画并非原件 而是250份同版肖像画之一 但是由于画作对象和作者都是知名人士 因此画作的失踪引起各界的关注 当你碰上安迪·沃霍尔这样的大名 就一定会吸引人们的注意 美国广播公司ABC引述 澳兰治海岸学院发言人胡安 古铁雷兹 Wangutieres 的话说 澳兰治海岸学院是一所公立社区学院 这所学院成立于1947年 提供艺术副学士学位和理科副学士学位 目前该行约有24000名本科生 一位匿名的捐赠者2020年9月向澳兰治海岸学院捐赠了这幅画作 学校本来打算在学校的弗兰克·道尔伊朗 Frank & Doyle Arts Pavilion 中展出这幅画作 但是尚未开展 画作却从伊朗的保险库中不翼而飞 根据ABC的报道 工作人员3月13日注意到 画作从保险库中失踪了 便立即向学校报告 随后也向学校所在地的加州澳兰治县 又一呈现科斯塔梅萨警察局报案 警方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显然这令人惊讶 但是人人都保持了平静 ABC引述古铁雷斯的话说 我们有程序来检查画是不是被放错了地方 或类似情况 但是在竭尽所能后 我们向科斯塔梅萨警察局报案了 与这幅画作一起存放在保险库中的 还有十几件其他艺术品 苏富比拍卖行的数据显示 2015年沃霍尔的原作拍卖时 最后是以4750万美元的天价成交的 作为250份印刷副本之一的 这幅毛泽东死亡版画 其价值大约为5万美元 另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 沃霍尔当年创作毛泽东肖像化的灵感 主要来自美国前总统理查德 尼克松、Richard Nixon 1972年对中国的历史性破冰之旅 尼克松的访问以及与毛泽东的会晤 打破了美中这两个大国几十年间的敌意与对抗 沃霍尔随后在1972至1973年间 创作了199幅以毛泽东头像为主题的死亡版画 这些版画分为5个不同的尺寸 ABC引述奥兰治海岸学院的话说 这幅画作的价值虽然仅为5万美元 它对学校极其学生意义重大 我们通过水上计划接受过船只的捐赠 20年前有人向我们捐赠了加拿大的一个小岛 古铁雷斯说 所以对学校而言能获得这样的捐赠总是非常特别的 尤其是还可以用于推进教育目的的时候 画作也可以出售来为学生获取资源 无论是奖学金还是教学所需的资源 奥兰治海岸学院和科斯塔梅萨警察局 希望与此案相关的知情人士 直接与学校或警察局联系 习近平会晤荷兰首相时称 限制中国获取技术无法阻止中国进步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 3月27日在会晤到访的荷兰首相吕特时说 限制中国获取技术的企图无法阻止中国进步 荷兰政府2023年对向中国出口制造尖端芯片先进设备 实施了许可限制 此前美国出于国家安全忧虑 担心中国将尖端技术用于军事 阻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尖端芯片和制造设备 并敦促其盟国也采取同样的措施 荷兰的阿斯麦ASML是全球最大的芯片生产设备光刻机的供应商 也是荷兰最大的公司 中国是奇迹台湾之后的第二大市场 占该公司营收的29% 由于美国试图削弱 中国自主制造先进芯片的能力 阿斯麦已经成为美中两国在芯片战中的交锋重点 中共党媒央视在报道中没有提及荷兰的制造芯片设备问题 不过援引习近平的话称 人为制造科技壁垒 割裂产业链供应链 只会导致分裂和对立 中国人民也有正当发展的权利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握中国科技发展进步的步伐 美联社报道说 北京多次指责美国试图通过限制中国 获取尖端技术拖延中国经济发展 作为回应 习近平发起自主发展芯片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运动 据报道 阿斯麦对荷兰政府的支持力度感到不满 公司首席执行官甚至威胁说 如果因政府的反移民政策而阻碍其延览优秀人才 使其发展继续受到限制 阿斯麦将离开荷兰 由于阿斯麦在光刻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出口限制目前对其财务业绩影响不大 但从长远来看 如果荷兰被中国视为不可靠的商业伙伴 中国芯片制造商可能会转而投向日本尼康和佳能等公司 或通过改善本土的上海微电子装备公司的产品 来取代阿斯麦的设备 陪同旅特首相访问中国的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杰弗里 范莱文星期二表示 捍卫半导体光刻机生产巨头阿斯麦ASML的利益 是它的第一要务 范莱文是在接受荷兰金融日报 Head Financio Dagblad采访时表示 做出这一表述的 范莱文说 阿斯麦是我们最重要的公司 保护阿斯麦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不过 范莱文在采访中还强调 荷兰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合作伙伴的国家安全 高于经济利益 他的这一言论暗示 荷兰政府必须在美中科技竞争中平衡自身的角色 范莱文今年二月在回复荷兰国会质询时说 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居民融合战略 促使荷兰政府做出限制对华光刻机出口的决定 他说 中国专注于获取外国专业技能 包括荷兰在光刻领域的专业技能 以促进其军事技术发展的自给自足 他表示 阿斯麦的设备可以用于制造高价值武器系统 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先进芯片 荷兰政府在审查出口许可决定时 重点关注不良最终用途的风险 另据路透社报道 荷兰首相吕特与习近平的会谈 预计聚焦阿斯麦是否得到荷兰政府的许可证 以便能继续对已经向中国出售的数以10亿计欧元的 先进光刻机设备提供维护 在目前的许可证到期后 对这些设备的维护也属于出口限制范围内 许多目前的许可证 今年12月31日到期 此外 美联社还报道说 荷兰首相吕特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 预计还讨论乌克兰战争及以哈冲突 中国虽然声称在俄乌战争中持中立立场 但是却向俄罗斯提供外交保护 并通过大量购买俄罗斯的能源产品和其他贸易 向俄罗斯经济书写 支撑俄罗斯的战争机器 中国的这一立场令欧洲许多国家感到愤怒和沮丧 荷兰首相吕特3月27日晚间 在社媒平台X上发文说 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强国 中国在全球经济稳定 国际安全 以及向绿色经济过渡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同时 中国还是一个主要的贸易伙伴 他说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 荷兰需要与中国合作 接触对话 同时 双方还有进行坦诚和实质性讨论的空间 谈及所关切的议题 例如中国对乌克兰的立场 他说 在欧洲 我们希望中国利用其影响力 迫使普京 结束其毫无意义的侵略战争 吕特表示 他还同中国领导人 就双方的经济关系 进行了坦率的对话 有关合作 但是也涉及对中国向想在中国做生意的欧洲公司 设置不公平障碍的关切 吕特说 当然 我们谈到了荷兰和中国 都是重要竞争者的半导体领域 吕特还表示 他再次表达了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担忧 例如 新疆维吾尔人的状况 以及缺乏新闻自由 他说 总之 我们进行了公开和坦诚的对话 不仅就将我们连在一起的议题 也涉及我们持有非常不同立场的问题 太平岛卫生争端 为什么成为台湾立法院热议焦点 RFI法广 太平岛距离南部高雄市有1600公里 是中华民国国境最南端 相较于过去几个月来 中国和菲律宾数度发生争端事件 太平岛相对平静 周边国家 包括宣称拥有大部分南海的中国 都没来骚扰过 在蔡英文任期胜不到两个月之时 到太平岛宣誓主权的争辩 成了茶壶里的风暴 太平岛本月完成港测郡身 及码头整修工程 主要工程项目包括新建航船游库设施 有助未来海军大型舰艇 延长停泊的时间 以及新式港湾防涌闸门 和工程抽杀 巩固全岛沙滩 而整建码头 符合蔡英文所提示 打造太平岛成为人道救兽 国际运捕与科学研究基地 提升国军与海巡署 执行海外人道救援 与灾害防救任务的能量 然而蔡英文任内 没有实地到过南海太平岛 和较北边的另一个岛屿东沙岛 国民党立委呼吁蔡英文 可以集太平岛码头工程完工 启用的时机 登岛宣誓主权 相关部会首长表示反对 国民党籍 国防外交委员会赵伟马文军 于是发起 总统不去 我们去 目前排定5月16日 国会组团登上太平岛 国民党短时间内 提高对太平岛的关注 一方面 由于维护台湾主权 是执政民进党 抗中保台的主轴 国民党连日来优手反攻 转为坚决主张主权的一方 打的主意 是要去质疑民进党 对主权的坚持 以及实际行动的决心 另外 有鉴于南海生索国众多 情势复杂 而中国在南海的动作 越来越具胁迫性 本月初还与菲律宾补给船 发生碰撞 并且以水柱攻击 造成菲律宾方面人员受伤 美国不承认 中国的南海时段线主权声索 也不希望区域局势升高 蔡英文一直没去太平岛 遭反对人士解读 为英和美国立场 进而批评蔡英文和民进党 一味亲美 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林郑义 上周在公共电视 《有话好说》节目表示 蔡英文2016年就职演讲 就维护中华民国主权和领土部分 提到东海和南海 主张和周边国家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来缓和局势 在她之前的前两任总统 陈水扁于2008年 以及马英九 在2016年都去过太平岛 发表南海倡议 及南海和平倡议 不同总统用不同方式 确保我们国家的主权 林郑义认为 台湾不需要名义上的象征性的举动 而是需要实质地去认识和了解 南海区域的敏感 极其现实 她曾撰写专文指出 太平岛周围12海里内有 隶属越南的敦迁沙洲 和中国的南勋礁 中国如果有意攻击太平岛 政治上必须考量 对太平岛东方的敦迁沙洲 造成的风险 另外 从军事角度来看 越南也不会攻击太平岛 因为同时会遭遇台湾和中国的 强烈反弹 她分析指出 太平岛因地理位置风险降低 相形之下 东沙岛地理位置具高度战略重要性 距离中国比距离台湾高雄还近 频频受中共解放军灰色侵扰 台湾在东沙岛面临的挑战 甚至夺岛的风险高过太平岛 从客观条件来看 要实地宣示主权 去东沙岛或去金门 都要比太平岛还有意义 金门海域自2月发生争议事件以来 中国海警船有意没收我方 尽限制水域 更何况 供机和空调气球 频频越过海峡中线 有心维护主权的立法委员 应该关心如何降低 两岸情势升级的可能性 喊口号宣示主权 届时到太平岛阳光下拍张 像club mat度假照片 就能代表捍卫主权的决心吗 近日太平岛的争论 有个正面意义 是凝聚台湾民众 对外岛的认同 并且注意到台湾是南海的一员 面对南海争议 无法置身事外 除了台海安全 台湾要成为区域内维持和平稳定的力量 能成功扮演这样的角色 有助台湾巩固自身主权 中国网民指 美国策划莫斯科恐袭 北京或暗中助长反美阴谋论 美国之音中文网 莫斯科近郊上周末发生的音乐厅恐攻事件 造成至少143人死亡 美国据传早于案发前就曾警告 但不受重视 引发中国网民热议 不过部分网民竟将矛头指向美国 称其自导自演 另有官媒带头暗示 华盛顿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的关系 对此 分析人士研判 北京官方虽希望缓和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 但仍很可能在背后操弄反美的阴谋论 综合外媒报道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 早于3月7日就警告莫斯科当局 表示剧情报显示 极端分子可能会在莫斯科发动袭击 但俄罗斯总统普京 Vladimir Putin当时并不以为然 莫斯科3月22日 爆发音乐厅恐攻事件的当晚 盘踞在阿富汗东部地区的 伊斯兰国呼洛山省ISIS-K 随即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 经美国官员比对掌握的情报以后 也证实却为ISIS-K所为 但是对于这个情况 普京反应平淡 仅表示俄方更关心 该组织背后的雇主是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3月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被问及是谁发动恐怖袭击时 他也标准是回答称 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强烈谴责恐怖袭击行为 并未点名指控任何明确对象 与此同时 为数不少的中国网民将矛头指向美国 其中还有人将美国的事前警告解读为 此地无银三百两 并出征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账号 美国驻华大使馆被阴谋论洗版 官媒带风向 美国驻华大使馆3月25日 在微博公众号转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Anthony Blinken谴责恐怖主义 并声援俄罗斯人民的声明 遭到大量中国网民洗版 一名微博网民留言写道 德国北溪二号被炸快两年了 也没查出到底谁是公然对民用能源基础设施 发动袭击的恐怖组织 俄罗斯莫斯科恐袭发生不到四个小时 美国就确认是伊斯兰国 ISIS恐怖组织干的 这情报快速确认的就像川剧变脸一样 人还是那个人 换的是那张脸 另一位名为龙井破溜的微博用户 也留言质疑称 贵国本月7日发布提醒 俄罗斯可能遭受恐怖袭击 并点出不要去音乐厅等场地 未卜先知还是预谋已久 或者沆瀣一气 在莫斯科发生恐袭当晚 美国驻俄使馆曾预测 莫斯科恐袭事件的关键字 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 引发许多中国网民议论 并据此怀疑美国是幕后黑手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3月24日 也发表社评批评称 华盛顿口口声声说 给了俄罗斯方面相关预警情报 却只字不提情报的关键信息 恐怖事件发生后 华盛顿又迟迟不对该事件 做出及时谴责 令国际社会顿生错愕 甚至一些西方舆论 也开始猜测华盛顿与该事件 乃至相关极端组织 之间有着何种关系 非美国策划金灿荣反遭声讨 中国网民一面倒指控 美国为莫斯科恐袭幕后黑手的声浪中 有部分网民表达不同意见 引来笔伐 包括当以反美立场文明的学者金灿荣 说出应该不是美国策划的时 竟惹来粉丝的怒骂 金灿荣是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也是微博上拥有292万粉丝的大V 他发帖称 美国不是直接给俄罗斯发警告 他应该是知道某种信息 但直接操纵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他的发言随即引来斥责 几乎灌满该帖文的留言区 包括军事博主枪和玫瑰指责金灿荣 你有啥证据 莫斯科恐袭不是美国策划的 你是脑袋秀了还是故意的 你网吃数十年黄粮 国家给你这个给你那个 可你的能耐都不如草根分析家 针对中国网络发酵的舆论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一致表示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 只设美国指使作案 但中国政府长期将任何不利于自身的情势 都怪罪于美帝 也间接助长民间的民粹主义者 导致毫无根据的反美阴谋论漫天飞舞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 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吴宗瀚说 中国网民的不理性 是官方长期操弄反美论述太过头 导致部分爱国大V一旦脱离人设 说出对没有善的评论时 反倒引火上身 在台北的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 长期研究各国安全情报 他指出 美国虽于2021年自阿富汗撤军 但仍在该区维持着高强度的 看不见的战争 一级 美国情报机构仍运用其丰富的情报资源 和网络监控来打击恐怖主义组织 他强调 各国分享和公开恐怖攻击情报 是国际惯例 所以 美国此次无私地向俄罗斯分享安全情报 只是想透过国际合作 强化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打击网络 以维持全球各区的稳定与安全 中国长期行诉 美国为外部敌人 陈文甲说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两大强权 在多个领域存在竞争和对抗的关系 但这种大国博弈形式 不时反映在公众对国际事件的解读上 他认为 中国政府极可能操弄或放任网民的爱国情操 尤其在未有充分证据下 顺势引导中国网民散发对美国不利的阴谋论 以对美发动认知作战 来遂行外交与军事的战略目标 美国德州圣汤玛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 叶耀元也说 指控美国涉案的网络现象 中国政府难就其责 因为中国人不想有真正的网络自由 一些网络流传的信息 有时候根本是中国政府刻意散布的错假信息 他说 对于中国而言 虽然稳定的美中关系重要 但借由形塑一个外部敌人来稳固中共政权的统治更加重要 所以反美的这股火焰在中国无法止息 叶耀元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反美火焰对于延续共产党的生命很有帮助 团结最重要的一个要件其实是共同敌人 所以你中共要先去形塑一个共同敌人 然后让国民觉得即便说我们国家有很多的问题 可是这都是外国人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营以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 即便未有证据显示 中国政府在背后鼓吹美国该为莫斯科恐袭负责的论述 但是拉长时间跨度来看 正因中国动辄归咎美帝 因此养成中国网民的以美风气和凡事 必定有美国作祟的思维 他呼吁 中国要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最好是给自己保留弹性和行动空间 尤其北京向来自认很有把握操控舆情 分析人士 北京管控民间反美情绪 不过 分析人士观察 这一波反美情绪仍在北京官方的控制之下 因为稳定的美中关系仍是中国政府的主旋律 民粹则是事情况用在对美施压上 台湾学者吴宗翰告诉美国之音 网络会有这一类的言论 让他去发酵 但他北京其实可能就观察看看 这件事情可以大概到什么程度 然后同时去看美国对这个议题有没有什么看法 那如果美国有回应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再去借机操作看看 他说 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纠纷时 任由民间骚扰外国在华大使馆 或上街游行抗议的潜力太多了 这都是北京在正规外交管道外的施压手法 情报专家陈文贾则认为 北京透过这两年的美中峰会 及各式官方接触与对话 一再表明需要稳定的中美关系 不过他说 北京对于网民的反美心态 实有放任为之 实有试图管控 因为放任反美情绪发酵时 可有助于激发内部的民族主义声势 对内增强国家凝聚力 对外则代表人民表态 支持北京的对美政策 但另一方面 中国政府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 试图引导公众舆论 避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 给美中关系带来负面冲击 陈恩贾告诉美国之音 水能在州亦能复州的情况下 如果中国政府不加灵活控制网民 使得过激的反美情绪 加剧两国人民之间的误解对立 影响双边交流与合作 甚至冲击到美中官方立场和决策 等失控负面的情势发生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